柳如烟用我的手吸烟头刚中伤我 我忍了 让我守在你和南摩约会的门口 我也忍了 所有人都说我再厉害 也只是你柳如烟的一条狗 三年了这份屈辱的合同终于到期了 我的复仇也要开始了 我本来是北大金融系的高材生 是父母眼中的骄傲 是街坊邻里羡慕的孩子 在大学期间就靠着自己不多的存款 一步步的在股市里滚仓赚到了两百多万 但是好景不长 我被人诬陷 伙同文州集团公司高层操控股价 明明是我自己赚的钱 结果不仅都被没收了连账号 也被清算冻结 背上了百万罚款和三年有期徒刑 文讯着急开车赶来的父母 被莫名出现的面包车拦腰状的侧翻 我爸当场没了气息 坐在副驾驶的妈妈万幸逃过一劫 但是却伤到了腰椎上的神经下肢 完全瘫痪 不行我不能坐牢 没了我妈怎么办 我当时捂着头绝望地呐喊 期待有人能来救救我 而在我最无助的时候 文州集团的董事长柳祥文 却带着一纸合同陡然来了 林阳我能帮你缴清罚款 也能让那个高管翻供 让我们公司最好的法务团队帮你诉讼 让你不用坐牢 他居高临下地把合同甩在了我的面前 只要你签了这份合同 答应辅佐我女儿三年 帮他掌管公司照顾他的生活起居 全心全意地为他做事听他的话 他轻轻拍了拍我的脸 就跟在拍一只流浪狗一样 把你从这堆烂泥里救出来 不过是随手就能做到的是爸了 这不就是一份舔狗合同吗 什么都听他的 不就成了他的狗奴才吗 我知道他女儿 是我的同班同学 不过不学无术 完全是靠他爸给学校捐钱 把他弄进来的 虽然长得有几分姿色 但是私生活很乱 性格脾气也很差 我一向是敬而远之 要我当他的无条件舔狗 这比杀了我还难受 我瞬间犹豫了 柳祥文像是看出了 我在想什么不紧不慢地说道 我听说你母亲现在在医院里 马上连住院费都要交不起了吧 林阳你也不想你母亲没人照顾吧 我脸瞬间煞白咬牙 读过了笔和印尼 签下了这份屈辱的舔狗合同 我签说出这两个字的瞬间 我整个人像是被掏空了精气神一样 我放下了我所有的骄傲 我可以死可以过得不好 但我妈不行 再委屈再不公平我也只能签 直到三年后的现在 我回忆起这被签着鼻子走的一幕 都不禁冷笑 呵呵什么狗屁就我 圈套全都是圈套 红脸白脸全让你唱了柳祥文 陷害我操纵骨架的 不是别人正是柳祥文 他看中了我的金融天赋 想要掌控我 让我成为他的圈钱机器 于是策划出了这一切 先手栽赃我状告举报我 安排人撞上我父母的车 毁掉了我的一切 再在我人生最灰暗的时候 出场当好人 呵呵好算计真是好算计 就因为这种事 毁了我的家 终于熬过了这三年 老子也要让你尝尝家破人亡的滋味 林阳你还傻站在那干嘛 给我过来 柳如烟怒声说到我 面无表情地走了过去 果不其然 下一秒脸上变火辣辣地疼 迅速红了起来 明明是大学同学再次聚会 柳如烟一点面子都没给我留 直接当众甩了一巴掌给我 你摆个臭脸给谁看呢 我心里不禁冷笑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被他当众甩耳光了 所以我知道 跟所谓的表情没有关系 他只是单纯想删我 哪怕我笑脸相迎 他还会找出第二个 第三个理由来挑刺 他就是要在所有人面前展示 那个大学的时候 受人崇拜的林阳 只能被他拆遣戏弄 似乎这样做 才能显得他高人意的 才能让他感觉到忧郁感 柳如烟皱着眉头 用毋庸置疑的语气命令到 手伸出来 我已经知道要发生什么了 但是也懒得抗拒了 这种事情早已让我麻木 在众人面前 柳如烟直接将抽了 一半的香烟 摁在我手掌中央揉搓溪面 手掌上原本就有 乌青发黑的烟头硬痕和血痂 现在又多了新的鲜红色烫伤 他一口唾沫吐了上去 淹没了火星子 一副试试的表情 像是给予了我多大的恩赐似的 我强忍着剧痛一声不吭 甚至多余的表情 都不愿意给出一个 我觉得给他反应简直是浪费 然而挤不支援的大学同学们 全都露出了笔衣的表情 碎碎念叨 穿得再好有个屁用 成绩再好有个屁用 还不是柳家的一条狗 真恶心 劳子真不想说 认识他什么废物东西 当年也没看出来他这样了 为了点钱连脸都不要了 舔柳如烟都舔成这个样子了 呵呵说不定 他就好柳如烟这种货色呢 看着自己成为焦点 柳如烟贪了贪手 假装无奈到 没办法谁叫羚羊 太喜欢我了离不开我呢 从三年前开始 我被柳祥文 当成生日礼物送给柳如烟后 他每次想到借口 折磨完我后 就会用这样的解释 好像我就是那么贱的人 就是无论怎么被折磨都要 舔着个脸凑上去的贱人 而其他人也都渐渐相信了 即使最开始不认识我的 后来也知道柳家有条狗 只会给主人办事不会叫 离开宴会后 柳如烟彻底不端着了 外套随意地甩给我露出 肩膀大面积的皮肤 打电话到会所 叫个男模 到金红大酒店顶楼来救 88号吧 今天就选他了 你今天在外面 给我守一晚上 我不想有家里人来打搅我 我依然默不作声地做着事 哪怕柳祥文对外公布的是 我是柳如烟的男朋友 但实际上他哪怕夜夜升歌 我心里也不会为这种脏女人 产生半点波澜 等到房间里面传出一拟的声音 我果断地走出了酒店 手一整晚 呵呵 我怎么可能给这个纯女人守夜 现在柳祥文默认我还在陪柳如烟 趁着这个完美的空档时间 我能做的事情还很多 我看了看手机显示的时间 开启了前往文州集团的导航 还剩六天 我的计划还要继续完善 柳祥文先拿你最骄傲的事业开刀吧 全都记着的 你一次也别想跑 哈哈哈哈 一想到六天后 他们一家一步步在我的安排下 从天堂跌落到深渊 我就忍不住发疯式的狂笑 我刚到公司便迎来了楼下 保安毫不掩饰的比翼眼神 别人都讽刺他们是看门狗 但是在他们心中 自己并不是公司最底层 我这条柳家的狗才是 但到了办公室 不少中高层的员工 却都对我笑脸相应 寒暄关心我晚饭吃得怎么样 就会还开心吗 因为虽然我名义上 只是董事长秘书 职责是辅佐柳如烟 好好继承董事长的位置 但事实上 那不学无数的女人 只会天天寻欢作乐 怎么可能会管理公司 她不过是挂着董事长的名头 我才是那个真正管理公司的人 而在这个位置上 能了解到的信息 和掌握的资源 都是非常繁多的 凭借着我的识人之能 我在一众基层里面 慢慢培养提拔了一批 有能力却没背景的员工 三年过去 他们已经成为了 文州集团的中良砥柱 遍布各个部门掌握实权 我不仅给了他们机会 给了他们资源 在平时生活中 他们生病 我会主动安排病假 加班补贴 我也是给他们按的 最高等计算的 就连这会儿加班 我回来的时候 也会顺便带些小吃给他们 毫不夸张地说 这一批核心员工 只要我跳槽 至少80%的人 都会跟着我走 相当于把整个集团 给拦腰斩断了 毁灭性的打击 而这只不过是我 三年里留下的 致命埋伏之一而已 我走进自己的办公室 嘴角微微上扬 用着只有自己 听得到的声音说道 柳祥文三年前 我只能被你牵着鼻子走 但不好意思 现在形势变了 然而此刻 身后传来了一道熟悉的声音 小杨 你这会儿没陪如烟 在外面玩吗 我的身形动作 顿时停了下来 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柳祥文 虽然平时他走得很早 但是有时候 晚上也会跟一些 老客户在顶楼办公室 谈事情 我回过头来时 脸上已经挂着微笑了 刘董柳小姐 玩得已经有些累了 这会儿已经在 金红大酒店睡下 我想着跟 东阳集团的合作条款 还有些没有确认好 就趁这会儿 来公司完善一下 而且您病治的神经 和心脏病的药 也要用完了 我让要请那边 抓紧时间送过来一批 柳祥文似乎对我的话 很受用 但还是微微促起了眉 假装生气道 都三年了 你还是这么健晚 这会儿已经是下班时间了 叫我柳叔就行 如烟是你女朋友 你也别叫得那么恭敬了 要是他逼你这么叫的 那我回头帮你好好说说他 这孩子被我从小宠到大 都给关坏了 哎 你这孩子命苦 爸爸走得早 你柳叔就相当于 是你第二个爸爸了 身为人父 自然不舍得你这么卑微 他在那不停地善意关怀 而我却在心里不停地冷笑 该死的老东西 真是虚伪到了极点 我父亲走得早 难道不全是你害的 要不是你陷害我 要不是你派人撞我爸的车 我怎么可能过得这么惨 舍不得我卑微 全世界最想让我 一辈子给柳家当狗的 除了柳如烟 就只有你了第四章四 心里不断作呕 但是我表面上 还是保持着如沐春风的微笑 这些虚语为疑的技巧 说起来 我还是跟柳祥文学的 而此刻却用到了他的身上 我假装十分感激的样子 柳叔 您客气了 如果没有三年前您的元首 我可能现在还在坐牢 更别说有文州集团这么好的 平台来发挥自己所学的知识了 如烟虽然有些顽皮 有些小姑娘的贪玩耗耍 但是性格还是很好的 您也不要多责怪他了 不过能有您这么关心他的父亲 也是他的福气了 我说的话连自己都觉得恶心 但是柳祥文听了却十分高兴 因为这正代表着 他一直以来给我营造的救命恩人 形象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了 只有恩威病师 我才能好好地给他当狗 所以他才会时不时地来关心我一下 呵呵 他不知道的是我早就调查出了 当年的真相 这一切不过是将继救急罢了 跟面无表情地去应对 没脑子的柳如烟不一样 在柳祥文这里 我永远是那个善解人意 默默做事 懂得赶了能力超群的形象 这一切看在柳如烟眼里 我就成了绿茶 所以对我更狠了 我倒是喜闻乐见 只有他越不懂事 才能衬托出我的能干 别的不说三年内 我让文州集团市值长了五十 光这一点就已经让他 舍不得放我走了 而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柳祥文拍了拍我的肩膀 就欣慰地走了 这个神态我见过 他去年买的杜冰犬 捡回他扔出去的飞盘石 他也是这么做的 杜冰犬的下场我也知道 在那三个月后 因为对他多叫了一声 就被宰了吃肉 他走后 我拿起手机坐在了办公位上 手机里正播放着 运会的视频内容 女主角不是别人 正是刚才还被提起的柳如烟 金鸿大酒店那间房 是他专属的 负责照顾他日常生活起居 但我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连接我手机的 这个隐藏摄像头 已经帮我记录下了 两百多晚的私人影片了 我熟练地 将手机上的视频上传电脑 设置定时发送到 六天后我的邮箱 随后便将原文件删除 因为届时 我突然选择离职 以柳祥文的性格 肯定会把我的手机 电脑等都搜一遍 只有这样做 才能避免这一切 文州集团在实业方面 主要是生产电脑等电子设备 而我刚才 也不是纯粹地找借口 确实我今晚来 是为了确认 跟东阳集团的合作 不过不是确认顺利进行 而是确认在六天后 文州电脑上 东阳甄选直播间的时候 一定要出岔子 搞定一切 在办公室的沙发上 休息了几个小时后 我看了看 时间已经到了六点 便起身前往惊鸿大酒店 没想到这一次 柳如烟已经醒了 也是昨晚那个视频里面的男主 就是个营养辣枪头中 看不中用罢了 我让你在外面手艺晚上 你死哪去了 不由我分说 我迎头直接狠狠地挨了一耳光 我们柳家 供你吃 供你喝 没我们柳家 你连个屁都不是 还敢忤逆本小姐的话 柳如烟一副起床期 发作的模样 但是我知道 这季跟我半夜没守夜 没关系 也跟起床太早没关系 纯粹是因为 昨天晚上那人不太行 让她没尽兴太失望了 这女人脑子里面 除了上床就是喝酒 实在是太好猜了 我还是一副 面无表情的模样 对于这个无理取闹的废物 我实在是懒得 提起兴致巨言 柳小姐昨晚公司临时有事 我只是去解决 一下工作上的事 柳如烟顿事无名火冒起 反手又给了我 你是不是又觉得 公司没了你不行 我们文州集团 缺你这个狗奴才 我们有钱 有的是钱有钱 什么买不到 你这种货色 我随便拿个几十万 就砸得过来 老娘拿钱 把你的命都能买下来 什么狗东西 敢给本小姐甩脸色 我拳头不动声色地 捏紧了一下 随后又缓缓展开 是啊 有钱真能买命 有钱真是了不起 我爸的命 就这么轻易地葬送了 但是血债是要用血偿的 珍惜最后几天的 幸福时光吧 柳如烟 坐上劳斯莱斯的后座 一声不吭 伺候完他的早饭 送他回公司后 我在长区的咖啡店 约见了东阳集团 行政部门的主管 也是跟我对接 文州电脑选品的人 但我没想到 对方竟然会是熟人 董思玄 对方却不惊讶 似乎早就知道 要见的是我 好久不见 林阳他是我的半个大学同学 之所以说是半个 是因为读完大一后 他就出国深造留学去了 听说是全球排名前十的大学 虽然在那之前 我们关系还挺好 但自从他突然出国后 我们就断了联系 所以你是知道是我 所以才跟文州集团合作的吗 我有些诧异 文州集团的电脑 虽然在下沉市场 销售情况不错 但是事实上 它只是全球各地 搜罗来的配件 拼装出来的廉价机型 没有任何的自主研发部分 再高端一点的市场 在董行的人眼里 是劣质品中的劣质品 我更是以此做宣传策划 让他自称国货去售卖 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情绪 一度销量 成几何指数式的暴涨 这种虚假的繁荣 让柳祥文对我更是佩服 按理说 东阳甄选这种 选品极为严格的 直播卖货平台 是不会选择 跟文州集团合作的 坐在对面搅动着咖啡的董思璇 眨着灵动的大眼睛 似笑非笑地说道 对啊 我从大一的时候 就对你暗生情愫 觉得你人又帅又聪明 就算在国外 也时时刻刻在想念你 为了让你能早日脱离苦海 早日实现人生价值 我才专门冒天下之大部委 跟文州集团合作 我顿时瞪大了眼睛 完全没有想到他会这么说 喜欢我 我这种被人当狗的人 也会有人喜欢吗 这不好吧 看见我愣住的样子 董思璇不禁玩耳一笑 哈哈哈哈 林扬你好大的脸 你不会当真了吧 我就一个小主管 负责对接一下而已 哪管得聊两个集团之间的合作 我顿时有些兴兴然的摸了摸鼻子 董思璇话风一转 不过帅确实有点帅 要不到时候 你来直播间当产品方吧 说不定能圈一波女粉丝哦 我没有直接同意 因为对此我早有计划 直接来直播间就算了 但我可以连线 我摊手指了只咖啡厅 我可以在这里出镜介绍 也是一样的效果 董思璇虽然不知道原因 但是也答应了 也行 毕竟之前产品方 也不是没有这样的要求 甚至有些会连线直播 自家工厂流水线工作流程的 我和他聊起了过往大学生活 他出国后的去世 以及工作上的事情 他突然说道 这一旦完了后 你来东阳集团上班吧 以你的能力 你对能拿到比现在高级倍的工资 直接成为股东也不是不可能 至于你母亲那边 我认识个美国顶级神经科专家 或许能治好他 我心中闪过一丝暖意 自从签了那份合同后 我接受的最多的 就是外人的谩骂 这还是第一次 有人发自内心的关心我 不过我摇了摇头拒绝了 还有六天我就要离职了 我不会再为别人工作了 我打算拿着三年存的钱 开一家私募基金风投公司 做我的老本行 董思璇毫不犹豫的结果话题说道 那正好 东阳集团也要开一家风投公司 你在业界的能力众所周知 东阳集团肯定愿意和你合资 开公司的这么巧 我本来以为又是他说着玩打拒我的 但是没想到他看出了 我有所迟疑的模样 立马俯身凑近过来又说道 明天我带你见董事长 一起谈谈具体的合作事宜吧 有东阳的资金和关系 加上你的能力 这家公司肯定能做大做强 只是谈谈不是什么坏事 我便点头答应了 然而这一幕刚好被路过的柳如烟看到 他二话不说下了车 怒气冲冲地走了进来 高跟鞋的鞋跟躲得地板框框坐下 抄起我面前的咖啡 直接泼在我的脸上 见人 我说怎么三天两头的不见人 原来跑着优惠野女人了 他那公压嗓实在难听 尤其是看到对面的董思玄 比他更美更有气质 更落落大方后 声音更加尖锐了 我声音低沉地解释 这是东阳集团的代表 我是来谈合作的 然而柳如烟完全不听 你还敢跟我顶嘴 你拿的可是我家的钱 谁给你的资格跟我顶嘴的 还合作对象 什么合作能错得这么紧 呵呵 你明天不用来公司了 你被吵了 没用的废物 一切发生得太快 坐在对面的董思玄 还没反应过来 柳如烟都已经撒完泼走了 你 女朋友 她试探性地问道 就是那个文州集团的大小姐吗 我听说你在 我自嘲一笑补充道 再给她当狗是吧 确实 当了三年狗了 被拆使了三年 但是现在 我看向窗外 不远处的文州大楼耸立着 我伸出满是疤痕的手 虚空一握 像是要把痛苦 都传递给整栋大楼 将它握碎 我难难道 但是现在 攻守一行了 我要它们当狗 既然柳如烟都说把我开了 我当然乐意接受 这几天 可以好好地在外面准备一切 第二天 我跟着董思玄 前往了东阳集团总部 东阳集团也是计划中重要的一环 我需要确保它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如果这次跟董事长谈得好的话 甚至能发挥主导作用 东阳集团的董事长是个女强人 这一点我早就知道了 为了以防万一 我昨天回去后也做了充足的准备 研究了一下她的资料 这样谈试的时候更好发挥一些 董事长白猪谈话的风格 节奏 以及喜好 我大致都摸索了一下 但是没想到准备的这些都没有用上 因为我跟着董思玄进去的一瞬间就明误了 难怪昨天总感觉 这个白董的照片似曾相识 我原本以为是在哪篇报道上 黄眼看到过 有一些印象 但此刻 当白猪和董思玄站在一起的时候 我才发现 这俩人简直像从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 只是白猪脸上有着明显的岁月痕迹 但岁月从不败美人 尽管快五十了 依然是一位气质美人 我不禁苦笑一声 老同学 认识这么久了 没想到你藏得这么深啊 东阳集团竟然是你家的 你骗得我可真惨啊 董思玄手背在身后转过来俏皮的说道 你之前也没问我吗 东阳集团 在全市甚至全国都能排得到前列的大集团 光电商这一个板块的影响力 就能比肩整个柳架 我昨天还好奇 只是旗下一个新的风投公司 应该不至于让白董亲自出面 花时间跟我这个小人物谈 现在想来 可能在我说之前 东阳集团连做私募基金和风投公司的想法都没有 难怪一秒时间都没到 董思玄就立马回答东阳也有这个计划 和这都只是他点点头的事而已 白董我微微恭身致意 对于这个业界公认的女强人 我还是十分抱有敬意的 白猪淡淡笑了笑 还叫白董啊 我看了看站在一旁的董思玄 立马打折随赶上 白姨 早就听说东阳集团董事长能力超群 想要见识一下 没想到今天见到了 发现就连气质样貌也不输一线明星 女人或许能拒绝在能力上的吹捧 但是没有女人能拒绝在外表上的吹捧 白猪当即便笑眯了眼 你嘴倒是挺甜的 难怪昨天思玄回家一直在帮你说好话 非要我来帮下你 我听说过你的 林阳 大学毕业就跟文州集团签了三年合同 文州集团在你的管理下 市值上涨了50个点 我本来以为就这么顺利的脱关系 拿下了东阳集团的帮助 但是没想到白猪画风一转又说道 但是那只是你的履历 说实话 跟我没什么关系 你知道的 我是个生意人 我讲究的是得失 我确实能帮你开公司 给你投资 让你从文州集团手中彻底脱身 不再被当成狗一样直屎 甚至还能帮你给他制造点小麻烦 可是你得给我一个理由 我为什么要帮你 我脸上看不出慌乱的神色 只是淡淡的吐出了几个字 小麻烦就不必了 因为我能帮你彻底吞下文州集团 白猪一下子从轻松血液的模样变得正色 我继续侃侃而谈 阐述说想法 虽然东阳集团家大业大 但是如果能把文州集团的电子设备产业链拿下 加上东阳集团自己遍布全国的销售 推广渠道 这笔不小的进账 想必白董也不会拒绝吧 白猪嘴角微微扬起 有点意思 继续说 你就这么自信能搬到文州 建构起了他的兴趣 我心中更稳了些 不怕你不信任我 就怕你连听都不愿意听 我来之前 想必白董应该差人调查过我的事 如果深 路调查过的话 就能知道我家破人亡 过着今天这狗多不如的生活 全都拜柳祥文所赐 三年来我做好了一切准备 就是为了在合同结束后 彻底毁掉他们 我能让文州起飞 自然也能让他坠毁 不过原本我只是想单纯毁掉他 但如果白董愿意参与进来 我内心暗息 这句话基本代表白猪答应了 五天过去 文州集团似乎风平浪静 我来到熟悉的办公室 要办理离职交接 但是我的东西 全部都被人丢到了外面的杂物间 似乎有人通风报信 我刚来没一会儿 柳如烟便从董事长办公室 抱着双臂傲然走了出来 跟在他身后的 是不态很悠然的柳祥文 任谁来也猜不到 这个面容和善的中年男人 干得全是些恶魔行径 柳祥文像关心晚辈时的开口道 小杨 放假休息够了 回来上班了吗 我摇了摇头 柳董 三年的合同今天到期了 我是来办理离职手续的柳祥文 微醋着眉 假装生气道 哎 合同到期了 又续就是了 你对公司的贡献 柳叔都看在眼里的 大家也都看在眼里的 是不是对工资不满意 柳叔做主 给你翻倍 等年底了 柳叔直接给你奖励股份 让你当文州的股东 见我还是不为所动 他又继续加码 是不是如烟欺负你了 你早点告诉柳叔啊 柳叔替你做主 一定好好罚他 我心里不禁冷笑 呵呵 早点告诉你 你要真这么好 我身上这么多伤 你能一直装作看不见 股东 呵呵 真是画饼画的杏手拈来 一旁的柳如烟冷眼瞥过来 爸 我都说了 赶他走就是了 他这废物又不听我话 有什么用 这几天他不在 少了他公司不还是继续在转吗 要我说 就是之前下面的员工工作效率高 赚到了钱 刚好被他砍上 运气好 算成他的业绩了 让他滚就是了 没了文州 我看谁会要这个废物 我们柳家给他试给他住 连狗都知道叫两声 他转眼就把恩情忘了 我皮笑弱不笑的印了一句 我可不敢忘记恩情 我要记一辈子的 我人虽然离开了文州 但是报恩在哪都能进行 你们稍等 别急 见即使红脸白脸一起上 好处一个个许诺也留不住 不出意外的 我被搜身了 电子设备中 关于文州的资料都被删除了 不过 这种事物我自然不会犯 我在常用的手机和电脑里面 保存的都是些无关痛痒的资料 故意留给他们来删的 有用的东西 我早就上传到了云端 所以就算他们翻出花来 也找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 陪他们演了一个小时 直到他们放弃后 我才适适然离开 但我并没有走太远 而是来到了熟悉的私人咖啡店 这里有一个包间 是长期留给我的 透过包间的窗户 刚好能看到文州集团的大楼 没过两分钟 董思璇也带着个平板电脑 走进了包间 此时我面前的笔记本电脑上 正呈现着董事长办公室的画面 是的 我之前留下的隐藏摄像头 并没有被他们发现 不过即使发现了也没什么用 我只是拿来看看 他们未来几天的惊诧反应的 不然该让他们惊慌 我却看不到 属实有些无趣了 董思璇看平板电脑上 收到消息后 第一时间就和我转述了 已经全部安排行动了 我嘴角不禁微微上扬 好戏开场了高管和股东 我管不到 但中层全是我安排的人 这一次 我让东阳集团全部接收 把所有人 按高于50%的价格 全部挖走 因为这些人 都是我精挑细选的高材生 能力在线 在我三年内的培养下 业绩履历也十分出色 本来他们就在各大猎头公司上 独有名 东阳集团既然想要吞下文州的话 需要一批新的班底 不能用之前柳祥文的了 而要满足这个需求 他们就再适合不过了 监控画面里 没过十分钟 人力资源部的经理 就着急忙慌地跑了进来 给柳如烟说道 柳董 不好了 一直有人来人力部递交辞城 从十分钟前到现在 没有停过 快要到一百人了 柳如烟皱起眉头 你们干什么吃的 这点小事都要来找我 他们想走 那就全部吵了 我们有钱难道还招不到人吗 人力资源部的经理 直接被他的逆天言论干到余色 我看他的脸色 估计心里都骂了柳如烟不下一百遍了 可是 这些人都是我们公司的中流砥柱啊 好在柳祥文刚才因为我的事来公司了 现在还没走 还在一旁沙发上坐着 他眉头微速开口道 哪家公司挖人都挖到我文州头上了吗 知不知道是谁干的 经理开了开额头上的汗水 已经差人去调查了 现在只知道是一个成立没几天的新公司 具体是谁运作的 还不知道柳祥文面色凝重 手中的两个玉石做的球不断转动着 他冷哼一声 一百人 真是狠啊 这是打算直接给我们文州来一招釜底抽薪 不能便宜他们了 既然想挖 那就让他挖 让法务部准备起诉 合同三倍违约金 够他们吃一壶的了 我看着监控画面里 柳祥文一副胜券在握的模样 不禁哑哑一笑 如果能有这么简单 我就不会策划这么久了 这 只是第一步而已 半个小时都没到 刚才走了的人事部经理 带着法务部的人来了 两人都是一副焦头烂额的样子 刘董这一次 他们直接忽视了坐在主位上的柳如烟 仿佛那只是个人偶一样 直接像坐在沙发上的柳祥文汇报 法务部的人咽了咽口水 对面公司的律师发出了律师函 以合同有不当之处 需要核实 延缓了我们的起诉 柳祥文从刚才开始 眉头就一直没有舒展过 反问道 合同有问题 你们怎么没有早发现 当时审合同的是林秘书 他负责最终敲板 而且那个问题平常并没有什么影响 也不会单个赔违约金 所以并没有人指出来 我轻笑一声 当然是我 我不留这个漏洞 怎么会在现在发挥这么大的作用 东阳集团的律师当然厉害 但是也不可能颠倒黑白 但我的目的也不是直接免出违约金 该赔的违约金自然要赔 但是不是现在 这一笔钱至少要等到 我把柳祥文整下台 才能给文州集团 让赔偿时间一直往后延迟 要做到这一点 对于东阳的律师 不过是一如反掌的事情 我看到画面里 自从听到我的名字后 柳祥文那黑得像井水一样阴沉的脸 不禁想笑 这就开始不爽网 我可还没完够呢 我转手打开邮箱 点击了接收 转发给提前安排的人 让他用国外IP上传到网上后 便把原文件删除了 我轻笑一声 让子丹再飞一会儿 晚上 我来到了赫野酒吧 这个地方我再熟悉不过了 因为这三年来 有一半的晚上 都要送柳如燕来这里 这里是他用来发泄情绪 享受只醉精密生活的地方 每次都要点个十个八得的帅气男模 陪他在这浪 当一晚上 最后表现最好的 带到金红大酒店顶楼去 撒个十几万现金 让他好好服务一下 我在角落里等着 今天对柳祥文当初记统 劈头盖脸骂了一顿的柳如燕 肯定会来这里的 果不其然 没多久 他就进了酒吧 其实我还没看到人 但是能让一群酒吧营销 瞬间蜂拥围上去的 除了这个不把钱当钱的土大款以外 也没有别人了 随着他到经典位置入座 我安排的人也要上场了 这次我也花了不少钱 但是却是帮他找了个帅哥 帅哥形象很好 我完全是按照他的喜好来挑的 不出我意料 这个帅哥故意按照我的安排 走过他的卡座时 一下就被他叫住了 帅哥 过来一起玩啊 我给你开个神龙套 男人是我专门安排的 他当然不会拒绝 但是凑近了坐在身边后 他立马露出一副 见到熟人的惊诧表情 指着柳如燕的脸惊恐地说道 你不会就是最近网上 很火的那个名媛门女主吧 留出了几百个开放视频出来 我走了 酒再好喝 我也不想染病啊 柳如燕瞬间猛了 自己刚心动的帅哥 刚坐下就嫌弃自己有病 什么意思 什么名媛门 而此时 电话也突然响起 他着急忙慌地找个角落 接通了电话 随后便是一副 吃了苍蝇一样的表情 我猜都不用猜 就知道是柳祥文的电话 想必骂的不是一般的惨 因为柳祥文那边也收到了 我安排发送的消息 知道了这次的名媛门事件 之前他都是放养式的教育 知道女儿天天晚上喝酒 但是以为有我在 至少能保证不会乱搞 我只想说 他想多了 就算柳如燕被搞死都跟我无关 我还会在旁边鼓鼓掌 公司女儿两头完蛋 他这次不慌都不行了 只是顺手而为的事情 我真正的目的自然不会仅此而已 我看了看时间 周六晚上 还差点 再让子弹飞一天吧 第三天 周一 还是熟悉的咖啡店包间 我其实并不喜欢喝咖啡 但是这种咽下难喝东西的感觉 能让我时刻回忆三年来的屈辱 让我精神焕发 董思璇坐在我身旁 一周的时间 我们在各个金融机构都尝试了一遍 一共拆借到了文周一百亿的股票 够吗 当然够了 足够让柳祥文一辈子都翻不起身了 市值400多亿 董思璇直接拆借来了100亿 相当于接近25%的股份了 如果全额买下 都能直接成为文周 仅次于柳祥文的二股东了 当然 谁如果这会儿买下 谁就是傻子 因为 马上就要暴跌了 我抬起手腕 看着手表上的指针慢慢旋转 321 9点到 游戏开始 我近乎疯狂地开启了这一盘玩命般的游戏 面前摆满了实时通讯设备 以及看盘软件 文周集团最开始的K线图还比较稳定 但是没过一分钟 突然挂出了大量大额卖单 不同的操盘手 看着像不同的机构同时出手一样 但我知道 这全是东阳的操盘手干的 因为这会儿还并没有什么利空消息出来 股民们还在观望 尽管有大额卖单低于实时价格卖出 他们也只是照收 觉得庄家会回调 还能涨一波 但是他们发现即使全部吃下了卖单后 还会有新的卖单出现 仿佛要卖的量是无穷无尽的一样 另一台电脑上的监控画面里 柳祥文已经开始急了 因为文周这一波的股价 已经被我压得降了3%了 他们原计划是要出一部分股份在市场套现 这样好为文周的新品电脑做宣发 为了这款新品 柳祥文在工厂流水线 货仓方面投了不少钱了 肯定不愿意让他在宣发销售这一块卡客 他原本都准备好这周放出利好消息 抬升股价后套现 没想到我上来就直接砸盘了 他连忙让文周的操盘手操作 想要吃下我这波卖单 停止下跌 但是 我冷笑了一声 就怕你不吃 不然惊喜可就不大了 一点点蚕食 这是我的计划 我没打算让东阳的人 把100亿股票直接全砸掉 这不现实 市场上没有那么多人能吃得下 而且这样做 不能享受一步步击溃柳祥文心理防线的快 但 先放5亿 再放5亿 直到放出20亿过后 我才喊停 因为我知道 这差不多就是文周流动资金的极限了 再放卖单他们也吃不下了 随着大额买单和卖单的竞争 股价一直在大幅度的波动 最后稳在了一个较高的位置 因为每次卖单刚出 就被文周收下了 在不知情的股民眼里 就是一片利好的样子 文周集团的股价比开盘时还高了两个点 我看着监控里柳祥文得意洋洋的样子 不禁感到有些好笑 随后直接下命令 挂10亿的卖单 与此同时 花边新闻圈里各个新闻网 竟然同时发放了一条类似的新闻 这家百亿集团的新任董事长 竟然是这样的 文周集团要完了 这样的人也能当董事长 名媛门事件主人公 竟是文周集团新任董事长 数百部视频流出 主角竟然跟文周集团有关 诸如此类的标题 如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 没过一个小时就冲上了热搜 而上一个小时 以为利好吃下我11卖单的人 全部傻眼了 因为股价直接被恐慌的散户 砸到了爹厅板 董事长是这样的货色 不带的整个集团 很亏的爹妈都不认识 他们都不信 这样的集团 现在不跑 还来得及吗 几乎90%的人都抱着这样的想法 纷纷把持有的股票 争先恐后的卖出去 哪怕低价亏损 也比死拿在手里好 只有少部分投铁的觉得 还是庄家在右空 接盘去了 我如果现在把做空的股票 都买回来 很快就能收回 并且直接赚下三个亿 但是我没有 因为这不是我的初衷 区区三个亿 绝对还不够 我要的是整个文周集团 我要的是柳祥文和柳如烟 完全破产 一无所有 一天的时间 文周蒸发了40多个亿 而这还不是极限 不过是我的第二步而已 第四天 不出我意料的 柳祥文急着把准备 拉升股价的利好消息 公布了出来 只为了停下这波 无限制的大跌 采用最新型技术的 文周小新电脑 是否会成为 国内使用率最高的办公电脑 专家预测 文周小新电脑 或成为里程碑式的 国产笔记本电脑 文周创始人柳祥文 表示对新款的文周小新 抱有百分百的信心 像这样明显的营销新闻 我在手机上 刷到了一篇又一篇 但是股民还就是这一套大饼 如果不是我的影响 本来文周靠这招 起码一周内 涨个十几个点 能让柳祥文 套个十几二十一出来 而现在 也确实有效 下跌停止了 今天的开盘一直在往上涨 势头一片好 仿佛要把昨天下跌的 都涨回来一样 监控画面里的柳祥文 也是得意的抽着雪茄 出了点小变故 但还是在我的掌控之中 昨天那批势力 出了三十一出来 今天不可能再砸盘了 我嘲弄的看着这一幕 在你的掌控之中 不好意思 今天直气的人是我 说起来我还要感谢柳祥文 放出利好消息回调股价 我又能多赚几个亿了 将柳祥文最后的手段逼出来了 我也不藏着掖着了 直接让操盘手准备全部砸下 哪怕不能全部出掉 也要在卖单上挂大单 给足市场压力 柳祥文贷款就市场 呵呵 没有银行敢在这个时候贷款 除非不想要这几十亿了 银行 只有在你顺风的时候 才愿意帮你 逆风的时候 自求多福吧 在接近七十亿股票的威力下 起初还有不怕死的自作聪明 继续靠着利好消息冲 以为挂大单只是庄家又空 其实还要继续涨 但没想到 我不是文州的人 我是真的要卖出去 我准备的利空消息 也在开始挂卖单后 发放了出去 明明只是东拼西凑的组装机 也能叫国货 文州电脑的无耻之路 科研经费几乎为零 文州也能算高薪技术集团吗 除了山寨抄袭以外还有什么 让我们走进文州 离职一百人 文州集团真的穷途陌路了吗 随着消息和大额卖单的一同发力 仅仅在高价位稳定了一会儿后 文州的骨架直接如洪水一样冲破阀门 仅仅十分钟 直接砸到跌停板上了 监控画面内的柳祥文 直接像双打的茄子一样 狮神瘫坐在沙发上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谁在狙击我们文州 一点活路都不给 我冷笑一声 做错了什么 三年前我也想问我做错了什么 我本来没有害人之心 却被你搞到家破人亡 我有错吗 才亏个小一百亿 你就急了 我要让你失去一切 可不只是说说而已 这才哪到哪 画面里突然有人走进了董事长办公室 那是柳祥文的贴身秘书张灵 我知道 负责帮他搜罗信息整理资料的 一些不干净的事情 也是他来做 深得柳祥文的信任 董事长 调查清楚了 离职的员工聚网的那家新公司 法人是林阳 这次做空 我们的事例 似乎也有这家公司的影子 柳祥文怒及返校 好 好你个林阳 但随后他又平静了下来 我知道他明白 我已经知道了他陷害我的事了 哪有怎样 现在已经过了申诉期 三年前的事不可能再翻供了 想用我妈威胁我 更不可能 因为董思玄已经帮我把妈妈 接到他们家的私人医院 接受国外顶级神经专家的治疗了 在接走的一瞬间 柳祥文在医院安排的人就知道了 也就是说 他能威胁我的点 几乎没有 估计也正是想通了这一点 柳祥文看上去像是瞬间苍老了十岁 他颤了一下 突然叫住了秘书 等等 还有机会 东阳甄选跟我们对接完了的 给他们塞点钱 让我们新款商电商的时间提前一点 然后测评方面你知道的 让他们安排一下 然后让如烟去找林阳 不管用什么办法都要求得林阳的原谅 让他回到文州来 不然他以后的信用卡 银行卡全被冻结 看到这一幕我不惊狂笑 哈哈哈哈 我专门给你留的救命稻草 还是被你发现了 还想着靠东阳甄选翻身呢 没想到就是东阳狙击的你吧 第五天 刚开始 文州就不出意外的又跌停了 坐在我身旁的董思璇 笑着狙击手机 给我看了下收到的消息 那是柳祥文贴身秘书张林的微信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董思璇很是俏皮的说道 哎 他们开的条件真不低啊 我都想答应他们了 拿着这笔钱 都可以好好环游世界几圈了 我这个时候收手做多 赚个十几亿也不错 我白了他一眼说道 你堂堂东阳大小姐 还却他们这三瓜两枣吗 更何况我们什么关系 你这个时候去帮他们 没想到董思璇俯着身子 直接朝我这边靠了过来 雪白修长的脖梗 一下就吸引到了我的视线 他说话间的潮湿气息 很是舒缓地涂在了我的脸颊上 什么关系 我们有什么关系吗 我有些异动 背上像是走过了 微不可查的一道电流 苏苏 妈妈的 说实话 被这样一个大美女贴身撩拨 没有感觉是纯纯在自欺欺人 我虽然在感情上比较迟钝 但是我不是什么傻子 我知道他喜欢我 不然也不会大费周章帮我 但是我也知道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不能给他一份沉默 即便现在股市上 把文州打压得抬不起头 看似局势一片大好 但是对于我的整个复仇计划来说 我还是站在一根细细的钢丝绳上行走 稍不注意就会掉入万丈深渊 我不能在自己处于危险境地之际 给他一个安稳的架 他似乎看出了我的犹豫 又像以前那样 看向别处假装毫不在意的退了回去 孩子说自话的给自己的行为做解释 真没趣 到你这个木头没什么反应 不好玩了 我刚张开的嘴巴想要说点什么 又逼了回去 一定结束后 你想要的我一定都给你 我心里暗自发誓 随后连忙找了个话题岔开 你先答应张琳的会谈 他要给你的钱都可以先收下 但是一定要以其他名义收 他们心安安心 缓一缓不然连着这么几天的凶猛攻势 一口气都喘不了 会让他们背下的什么动作都不敢做 归缩起来 但是任何成功你都不能给 他要提什么要求 你都得护梦过去 打个马虎眼 不然容易留下花柄 这样的话 就算日后有人问起来你收钱做什么 还可以说以为是见面里之类的 大不了把钱退回去董思玄眉头微醋 这么做 他们又不傻 什么都没见到 能给钱吗 我自信的摇了摇头 不会的 相信我 你下过象棋吗 我画风一转 突然问出一个不拙边际的问题 董思玄有些疑惑的点了点头 吓过 怎么了 有什么关系吗 我缓缓解释道 他们已经走到绝路了 就像下象棋一样 我将军了 他其他能走的路都被我封死 就算不愿意走 但也只剩下最后一条 我安排好的路能走 那就是把车给舍弃 任我吃下 此为将军抽车 请问你有空吗 我可以找你谈谈吗 看着手机里收到的信息 我脸上挂上了笑容 柳如烟发的 那个无比自大又蠢到极致的女人 那个虐待了我三年的女人 看样子柳祥文最近在戏头上 教训了她不少遍啊 发的信息都变得这么低声下气了 我离开文州后 并没有拉黑她 等的就是今天 看着手机屏幕 我脸上不禁露出了玩味的表情 柳如烟啊柳如烟 这几天过得很不如意吧 但是你得记住今天 因为今天 才会是你真正噩梦的开始 我回复道 当然可以 我这会儿在咖啡馆里 不用多说 他知道是哪个地方 我也从平常办公的二楼包间 换到了他之前来过的一楼 坐在背靠窗户的边上 我又把窗帘拉上了 让原本充满光线的房间 变得幽暗起来 穿着西装革履 我看上去十分正式 像是要面见什么重要人物一样 一个多小时候 专门精致打扮后的柳如烟 出现在我的门口 公司离着不过几分钟的路程 走路也最多需要十分钟 而他花了一个多小时 想必全花在了捣持自己身上了 我心里不禁冷笑 柳如烟啊柳如烟 乱的模样啊 还想着靠你那垃圾一样的身体 又我骂 柳如烟摆着一副魅惑十足的神态 尽管瞥了一眼 我面前摆放着的手机支架 也不耽误他继续展示自己的魅力 他俯身趴在桌子上 朝着我露出了自己傲人的失业线 我这才发现 我果然还是有足够自制力的 原来只是面对董思璇会有异动 面对垃圾 还是照样的毫无感觉 他不知道我心中在想些什么 还是继续假装柔弱的样子 林阳 但是我以后不会那样了 你原谅我行不行 他故意装改的声音 实在是让我作呕 我故意回绝到柳如烟小姐 请你自重 他不知道我为什么突然称呼他全名 同样的也不知道 为什么突然来一句自重 因为他前面并没有说什么露骨的话 但是这一句自重 反倒像是提醒了他 给他打开了什么神秘阀门似的 他勾起嘴角 直接伸手退去了自己的小西装外套 露出了雪白的香肩 林阳 我知道你喜欢我很久了 不然也不会一直任劳任怨 跟在我身边三年 我正色解释道 我是因为要救重病在床的母亲 跟刘董签下了三年合同 跟你没有关系 刘如烟很是自信 似乎觉得自己的魅力很强 我不幸三年来 你对我一点都不动心 来吧 回到文州 我把我的身子都给你 我内心都要作呕了 我见到你这种浪酷的安部反胃 已经是我极大的素质了 还要我动心 但是为了接下来的计划 我还是继续在演 他往桌子这边绕了过来 看到我大白天把窗帘都拉上了 更是以为读懂了我的暗示 每走一步 身上的衣服就掉了一件 要走到我身边的时候 已经不着寸侣了 他不着寸侣一步步压了过来 我也一步步往后退 柳如烟小姐 请你自重 你就是因为这样不自爱 才把我辛辛苦苦经营的文州 给毁掉的 我并没有第一时间喝纸 也没有第一时间跑出房间 而是在这慢慢跟他拉开距离 在身经百战的他眼里 就成了我在玩情调 他不仅没有知难而退 反而兴致更足了 来嘛 快会一下 不知不觉已经绕了桌子半圈了 我们两人互换了位置 他一脸媚态地走到了我原来的位置 然而下一秒脸色骤变 支架上的手机赫然显示 正在跟东阳甄选直播间连线 显示十万家 十几百万家的在线观看人数 更是触目惊心 柳如烟瞬间发出爆名般的尖叫声 缩在了角落里躲起来 我站在手机背面审笑一声 目的达成 确实如同董思璇所言 我穿着西装的帅气模样 作为品牌方连线 让直播间的流量 比平常同一时间还要好得多 而后面柳如烟的突然出现 更是让直播有了更多看点 热度更高了 虽然那白花花的一幕 只出现了一瞬间 但是直播间仍然被风景关闭了 不过没有关系 而这一幕 早就被一直录屏看热闹的营销号 保存了起来 毕竟好歹我可是专门演了这么久前戏的 他们早就猜到后面有精彩内容 不过没想到这么劲爆 直接把前两天柳祥文花钱压下去的 名媛门事件又给引爆了出来 没有误报 文州集团新任董事长竟然有如此癖好 名媛门事件所传非虚 网络的力量是发达的 不过十分钟 各种剪辑视频就已经出炉了 柳如烟人尽可福的浪 当形象已经被坐实 如果说之前的名媛门事件 由柳祥文请人打的烟雾弹做掩护 让人分不清虚实 那现在就是完完全全的实锤了 如此清晰的录音录屏 几乎已经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 他给再多的钱也压不下来了 更何况 他已经没有更多的钱了 他都已经自身难保了 一个小时后 云乐已经达到了不可操控的一边倒 文州的股价更是跌到底 定在跌停板上抬都抬不动 一天跌10%只是股市的极限 绝对不是他文州集团的极限 第六天 东阳甄选 发现新款文州小新有致命漏洞 与宣传参数完全不符 正在核实 这个产品爆雷的消息一出 文州集团的股价一直阴跌 主打电子产品的公司 产品有问题 绝对是致命性的打击 任大楼神仙来了也就不回来 像失了魂一样的柳祥文也找到了我 他看到我 失焦的眼睛仿佛终于找到了目标 都是你 都是你干的 是你害的我 我装作一副不知所欲的模样 像是跟长辈寒暄一样 上去拍了拍他肩膀上白色的墙灰 没有 柳叔 你怎么这么狼狈啊 在哪蹭的灰都不注意一下柳祥文咬牙道 你少在那假惺惺的 你干了什么事自己心里清楚 联手东阳集团做空我 我到今天才知道 这几天所有的事全是你干的 我摊开双手一副无辜的样子 我可没有哈 柳叔 你忘了吗 我说了还要好好报答你的恩情呢 我着重把恩情两个字加重了一下 他一巴掌把我手拍开 怒声说道 事到如今 你还在演什么 我收起假惺惺的何旭笑容 冷哼一声 你能演三年 我也一会怎么了 就这么几天 你就坚持不住了 就亏个百亿来源 家还没破 人还没亡 我的痛苦你一丝一毫都还没感受到 我目自欲裂狠狠盯着他 我爸妈在车上被撞的痛苦 你体验过吗 你没有 我被所有人当狗户来喝去 被你那乖女儿灭带 还要舔着个笑脸迎上去 你知道是什么滋味吗 你就亏点钱就受不了了 呵呵我凑过身去 在他耳边轻轻说道 不过没关系 很快 很快我遭受的一切 你都能享受一遍 死太便宜你了 我要你先 生不如死第七天 文州集团的负面消息 一条条被挖出来 这一条线索 就如同绳断了的疯狗一般 不停乱窜 不过是已经快疯了的柳如烟 他头发乱蓬蓬的 嘴唇也苍白 精神和身体上的状况 看起来都不太好 陌生人见了都要同情一下 但我心里的笑意却油然而生 不可抑制 这正是我要的 自从前天出境在直播间后 他的各个社交媒体上的账号 都被人找了出来 评论 私信 骚扰电话 各种各样误会的话语 骂骂的句子都降临到他头上 他们跟他没有什么仇 但也这样做了 就像以前他对我那样 我并没有招惹他 也会被劈头盖脸的骂 被折磨 现在 只是还了被骂的仇 还了心理上的仇 剩下的 那就今天来还吧 148道伤 我现在还铭记于心 柳如烟失魂落魄的看着我 还没等我说话 便已经跪倒在地上 求求你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原谅我吧 放过我 放过我们家 求求你了 说到最后 他直接把他那高傲的头颅 磕到了地板上 我看到这一幕哑然一笑 放过 我最开始求你放过我的时候 你放过了吗 现在被折磨到精神失常了 才知道错了 呵呵 他看起来确实后悔了 但后悔的不是自己曾经做过的事 而是后悔自己没做得干净利落些 他藏在心里的 是对于我这个揭露他的人的愤恨 不过我可不会留给这个蠢女人报复的机会 我点了点头 说道 好啊 他陡然愣了愣神 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说 我话风一转 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要求 柳如烟像是在黑夜里 突然见到一缕光 就算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光 也想要扑上去 他很是急切地看着我 希望我说出要求来 我提了个莫名其妙的要求 你今晚收拾打扮好 穿上你衣柜里那套兔女郎套装 来承袭一趟 他呆了一下 随后吃笑了起来 我一眼就明白他会错意了 心里一阵恶心 我会跟你这种货色发生关系 收起你那副嘴脸 跟我没有关系 我是要你去探望一下那里工地的民工 他很是疑惑地问道 就这么简单 只是去探望他们 我冷笑一声 你堂堂文州大小姐 没体验过民生疾苦 我让你去最脏的地方感受一下 希望你见到他们的生活条件过后 能有所改变吧 见到这么简单的条件 他立马答应了下来 生怕我反悔 在世外穿途女郎 虽然屈辱 但是对比这几天的经历来说 还是很简单了 他当然不会这么简单就改变 江山一改本性难移 但是我的目的也不会这么简单 看着他急匆匆离去的背影 我嘲弄地笑了出来 简单吗 当然不会简单 但只有这个没脑子的女人 才不会去细想 城西工地 又叫做黑湖聚集地 竟是一些因为特殊原因逃到这 没有身份证的黑湖 只能在这打黑宫 由于地理位置偏远 没什么人烟 这群又脏又臭的老男人 什么都做得出来 第18章18 手下人奉上长达8个小时的录制视频 但我实在无心看完 但是我知道的是 事情按我所计划好的完美进行着 这是一场完美的复仇 而第八天的早上 新闻已经出炉了 股价狂跌一周 文州集团董事长竟直接身亡 震惊 死状惨烈 一篇篇推文全都绘声晦涩地 讲述着昨晚的事情 没有人会觉得 这是一起有预谋的事件 因为在公众眼里 柳如烟人尽可服的运荡人设 早就已经树立起了 去工地寻求刺激这件事 放在别人身上或许很荒诞 但是放在他身上 所有人都觉得似乎理所应当 除了一个人 柳祥文 他不仅仅是他的父亲 也是我过去三年地狱生活的一手策划者 也是我这八天复仇计划的实施对象 别人或许猜不到跟我有关系 但是他肯定是知道的 不出意外的 他此刻直接找上了门 泪痕还没有擦去 显然刚为柳如烟哭过了一场 他红着眼盯着我 一副恨不得把我吃了的表情 我一阳怪气地安慰道 柳叔怎么了这事 怎么还哭上了 泽泽 柳叔你要是缺钱找我借啊 别哭别哭 我觉得除了亲人死了 这世上没有过不去的看 他的脸顿时就黑了 我捂着嘴假装不知道 试探性地问道 不会真有亲人死了吧 如烟那好心肠的姑娘 不会出什么意外了吧 我看着他气得那死死握紧的拳头 下一秒就招呼身旁带来的保镖动手 但是我哪里会预料不到这种情况 上一次发现我做空公司 他都孤身来找我谈话了 现在这种情况 他只会更狠 但昨天我就找董思璇 见了十来个装备器权的专业安保人员 不出十秒钟他们就冲进来 把他那四五个虾兵蟹匠制服了 我悠哉悠哉地走过去 闲听若不的样子 就像是前几日 胜券在我吃定我的柳翔文一样 我轻轻拍了拍 他那因为天天花天酒地油腻的脸 就像他以前拍狗似的拍我 你看看 你又急 我给你说了的 别慌啊 马上就轮到你了 我凑过去 用着只有我和他能听得到的声音说道 家破人亡 这不才完了一半吗 人还没亡呢 我要你切身感受下 一步 一步 知道自己走向死亡 却无法回头的痛苦 小心哦 你要注意每一个陌生人 每一份餐食 每一个楼台 每一辆车 那都有可能是你死亡的奇迹 哈哈哈哈 看到他冰冷的像尸体一样的脸色 我顿时发了风湿的笑了出来 报仇 我说了我要报仇 说到做到 你别想跑 先是柳如烟 下一个就是你 我的痛苦 要让你们一家全部清理一遍 他被我气得连忙掏出药来 吃了两颗 说起来 这心脏病和神情衰弱的药之前 还是我给他找人配的 但我并没有做什么手脚 在这上面做手脚 他死了 我还要单醉 我可不想引火烧身 不过 他有病就够了 后面几天 我看着监控里日渐衰弱的柳翔 文不禁笑出了声 自从上次我吓过他过后 他饭也不敢吃 水也不敢随便喝 出门连车都不敢坐了 生怕我找人撞死他 见到的每一个陌生人 都以为是我安排的人 每一天都活在对死亡的恐惧中 原本就神经衰弱的他 现在连吃药都不管用了 彻夜失眠 难以入睡 看着日日下跌的股价 以及被市场下的不断卖出股权的股东们 柳翔文更是心力交瘁 没过几天 看着像是老了十几岁一样 连头发都苍白了 我看准时机 在他两天没睡的情况下 让之前安排的在国外的手下 往他的私人邮箱里 发送了一份附带视频的文件 那是一份长达八小时的视频 没过一会儿 监控画面里就传来了张铃的惊呼声 快打120 董事长心脏病犯了 快啊 救命啊 第二天 文州集团就发出了复告 文州集团创始人柳翔文 因思念爱女过度 因病去世 我坐在董思玄办公中的边上 和他一起看到了这条消息 我眼角第一次流出了眼泪 被柳如烟折磨 被同学误会 被所有人冷眼相待 我都没有流过一丝眼泪 因为我知道我只能自己扛着 没有人会帮我 但这一刻 我在董思玄的身边却流下了泪水 用三年准备的柴 我拿十天点燃了一捧大火 将柳家燃烧殆尽 思玄 我们在一起好吗 只见他重重地点下了头 一副热泪盈眶的模样 七年前一直等到现在 每次都要我一个女孩子主动 你烦不烦啊 你不知道女孩子很要面子的吗 我脸上不禁露出幸福的笑容 好好好 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做主动 哦 他还想说什么 但是嘴唇瞬间被我堵住 发不出声来 在那之后 本就收揽了不少股东的股份 再加上银行为了快速回收柳祥文的贷款 低价将他的股权抛售了 我和思玄成立的私养风投 拿下80%的股份 成为了文州的绝对大股东 而既然我回来了 之前挖走的员工也可以回来了 也不需要再纠缠为月经的问题 对于他们耽误的工作时间 我则是每人给了10万的奖金 既是给务工费 也是给他们相信我 为我站台的奖励 至于那些墙头草 明明受了我许多好处 最后却站在柳祥文这边的 我当然选择全部遣散了 在我掌控后 文州也更名为东阳电子科技集团 在我的运作下 东阳电子科技大力研发新技术 一改之前组装进卧室 成为国内少有的 全文完